打開電腦就拿出USB插著 民間黨主席柯文哲這習慣早就養成 不料卻成被羈押的鐵證 但調查中的案子 消息到底是怎麼泄露的 北檢終於要查了 做動作打假球 在隨便亂放話的人 都已經明確的講 他的消息來源是北檢 北檢要自己查自己嗎 對北檢已絲毫沒有信任可言 毕竟週刊爆料每天更新一遍 如今就有消息指出 在金華城案容積率放行之前 柯文哲曾對時任副市長 彭正稱下條子交半 怎麼做都行 只要快就好 事後金華城子公司 鼎月寄來陳情信 柯文哲也親筆拼式公文往返 已花兩個月 不如大家當面確認 就是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的進度啊 你講到競速協助 然後積極 他第二次的才是講競速 積極協助 大家要知道 這在市長來說 是三個非常強力的要求了 今要柯文哲自始至終 都知情據其檢方也掌握證據 在今年初監察院要糾正 金華城案時 柯文哲就要求彭正森 重新審視此案 後來彭正森也回覆收到 並表示自己全部聽了一遍 都發局跟申請單位 都有詳細答覆 內容好像比糾正文 更為真實 而柯文哲也說 既然是共識決 那就這樣解釋 這就很明顯的兩者 是不是在討論說 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推給了都市計畫委員會 讓都委會來扛這個所有的責任 沒有變成被證實過的事情 拿來攻審柯文哲 台灣現在最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是不是司法跟媒體 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畢竟就算講得再具體 各種消息 只要不具名 在自家人眼裡都不可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